好的 我们之前的视频演示过204-207的锁头 就说是使用咱们GT100的线束进行连接 然后对它进行通讯和做钥匙 它是属于单个的这么一个控制单元和咱们的平台连接 那么大家知道奔驰164的锁头 如果说在线下平台 如果说要进行通讯的话 那么就需要连接一个网关 或者说是这个网关模拟器 那么我们尝试一下 使用多个控制单元 一个锁头一个网关 连接咱们的这个平台 看看它是否能够进行通讯 我们找到这个164的锁头子的定义图 那么这个两个插头 就是代表着这个锁头子上面的这两个插头 这是代表着咱们的OBD的 前面OBD的这个定义角 这个是代表着网关的前面的插针线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图形 上面你看这上面全部都有定义 全部都定义连接好之后 我们现在进到我们设备里面 进到平板设备里面 按照系统分类 我们按读锁头 读一下 点击一下自动诊断 好 它现在已经自动诊断出来了 这是164251的锁头类型 我们OBD 我们读一下数据 数据正常读出来 那就证明我们这个GT100 就是说不仅可以连接独立的一个控制单元 而且多个控制单元 我们也可以通过GT100这个平台进行连接 如果说是做钥匙添加或者做钥匙全丢 我们没有对应的那个奔驰测数线数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GT100进行连接 如果说觉得这个主线数上面的线数不够 我们还可以从上面在单领的引出来它的定义线来进它 就是和这个控制单元进行接驳 这个之前说过 如果说咱们的动手能力强一些 对一些这个端子定义图压线 就是比较了解 那么这个咱们的GT100 其实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是非常帮 是非常方便的 好的 这里面GT100的另外一个多功能 这个演示就介绍到这 就是多个的控制单元连接一个平台的进行操作的演示 到此为止